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北京时间2月19日 今日蓝网即将迎来和胡人的巅峰大战 可是就在赛前 胡人突发传来了一个重磅快消息 也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幕 第三巨头丹尼斯·施罗德将会缺席 就在今日赛前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 胡人的主教练弗兰克·沃格尔还在采访时公开谈到了 很期待施罗德和欧文之间的对决 可现在胡人突然传来了这个最差的消息 而且还是官方宣布的一个消息 意思是施罗德由于违反了联盟的健康与安全协议 所以他将不会出现在今日胡人和蓝网的大战当中 随后各大美国媒体都对此进行了爆料 这个消息对于胡人简直是一个赛前重创 胡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限制欧文的手段 那就是施罗德 施罗德最近的表现是越来越好了 尤其是在缺少农眉哥之后 他正在逐渐走上正轨 而且也是有很多人都很期待施罗德能够对欧文进行一些针对 现场对阵森林郎的时候 施罗德刚刚是15头9中狂砍24分3个 助攻4个抢转的全能表现 本赛季他场军14加4正4的数据 也是球队当之无愧的第三巨头 而且最近虽然经历过起伏 但是他曾经连续9场比赛得分上双 在詹姆斯和农眉身边也是唯一做到这一点的球员 可以说施罗德对于胡人的作用无庸置疑 结果施罗德现在突发将会因为违反了健康安全协议缺席 这就和之前杜兰特的情况是一样的 KD当时也是因为赛前接触了疑似的新冠阳性患者 所以直接留在更衣室等待检测结果被迫成为了替补 后续他打了两截又被直接带出场 现在施罗德发现的比较早干脆缺席比赛了 胡人终于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现在还没打胡人赛前折损大将 这让胡人赢球的可能性再次飞速下降 没有了施罗德他们恐怕是更没什么机会了 张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单合完圣哈登和欧文的话 哪怕没有杜兰特 那么也那将是对他实力的最好证明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